法国总统马克宏结束在大陆三天的国事访问 中国大陆大方采购了160架空巴 价值约200亿美元 并增加了大陆天津厂的第二条生产线 这条生产线将拓展A320系列飞机的总装能力 为空客全球到2026年 实现月产75架A320系列飞机的总目标贡献力量 此外大陆船舶集团和法国达飞海运集团 也签下了史上最大笔的单笔订单 金额为210多亿人民币的货汇船合约 相当于930亿台币 此次订单包括12艘15000箱甲醇双燃料动力大型集装箱船 该型船采用绿色甲醇作为主要燃料 可实现全航程净零排放 此外还包括4艘23000箱液化天然气双燃料动力超大型集装箱船 这些订单象征大陆船舶 挤身于全球新型清洁能源动力船舶的俱乐部 今年是中国和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 经过多年发展 中欧已经形成强大的经济共生关系 而此行中法的双方领导人还讨论了俄乌战争 虽然也有人批评马克宏仿中外交失败 有损大国形象 但随着中方送上了大礼 双方礼尚往来 马克宏此次访华 面子礼子收获破风 TVBS新闻 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